罗马书 罗马书第一章 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禄 蒙照做宗徒 被选拔为传天主的福音 这福音是天主先前借自己的先知 在圣经上所预许的 是论及他的儿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按肉身是生于达位的后裔 按至圣的神性 由于他从死者中复活 被立为具有大能的天主之子 借着他 我们领受了宗徒职务的恩宠 为使万民服从信德 以光荣他的圣名 其中也有你们这些 蒙照属于耶稣基督的人 我保禄志书与一切住在罗马 为天主所钟爱 并蒙照为圣徒的人 愿恩宠与平安 由我们的父天主 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予你们 首先 我应借耶稣基督 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天主 因为你们的信德 为全世界所供之 有天主为我作证 即我在宣传他圣子的福音上 全心所侍奉的天主 可证明我是怎样不断在祈祷中 时常纪念着你们 恳求天主 如果是他的圣意 赐我终能有一个好机会 到你们那里去 因为我切愿见你们 把一些属于神性的恩赐 分给你们 为使你们得以兼顾 也就是说 我在你们中间 借着你们与我彼此 所共有的信德 共得安慰 弟兄们 我愿告诉你们 我已多次决定 要往你们那里去 为在你们中 如在其他外邦人中一样 得到一些效果 然而直到现在 总是被阻言 不但对希腊人 也对话外人 不但对有智慧的人 也对愚笨的人 我都是一个欠债者 所以 只要由得我 我也切愿 向你们在罗马的人 宣讲福音 我绝不以福音为耻 因为福音 正是天主的德能 为使一切有信仰的人 获得救恩 先是犹太人 后是希腊人 因为福音 启示了天主 所施行的正义 这正义 是源于信德 而又归于信德 正如经上所载 一人应信德而生活 原来天主的愤怒 从天上发现在 人们的各种不敬 与不义上 使他们以不义 抑制了真理 因为认识天主 为他们是很明显的事 原来天主 已将自己显示给他们了 其实 自从天主创世以来 他那看不见的美善 及他永远的大能 和他为神的本性 都可凭他所造的万物 辨认洞察出来 一致人无可推诿 他们虽然认识了天主 却没有以他为天主 而寓意光荣或感谢 而他们所思所想的 反成了荒谬绝伦的 他们冥顽不灵的心 陷入了黑暗 他们自负为智者 反而成为愚蠢 将不可朽坏的天主的光荣 改归于可朽坏的人 飞禽 走兽 和爬虫形状的偶像 因此 天主任凭他们 随从心中的情欲 陷于不洁 以至彼此 垫入自己的身体 因为他们将虚妄 变作天主的真理 去崇拜 侍奉受造物 以代替造物主 他是永远可赞美的 阿门 因此 天主任凭他们 陷于可耻的情欲中 以致他们的女人 把顺性之用 变为逆性之用 男人也是如此 放弃了与女人的顺性之用 彼此浴火中烧 男人与男人行了丑事 就在个人身上 受到了他们颠倒是非 所应得的报应 他们既不肯认真地认识天主 天主也就任凭他们 陷于邪恶的心思 去行不正当的事 充满了各种不义 独恶 贪婪 凶残 满怀嫉妒 谋杀 斗争 欺诈 乖利 任凭他们做缠绑的 诋毁的 恨天主的 侮辱人的 高傲的 自夸的 挑剔恶事的 忤逆父母的 冥顽的 被约的 无情的 不辞的人 他们虽然明知 天主正义的规律是 凡做这样事的人 应受死刑 但他们不仅自己做这些事 而且还赞同做这些事的人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同做这些事的人